大吉祥宜 大吉祥宜 一開始做食物掩飾 即我們所叫的廚物掩飾 最大的原因就是 當時一直在想 究竟香港每天有這麼多的廚餘 大概200架雙層巴士這麼重的數量的時候 可以去做些什麼 我們有試過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包括做肥皂、做自意 到最後原來驗步 可以讓人看到一個最大的轉變 所以我們決定透過廚餘掩飾 讓大家看到香港廚餘成魚食物的可能性 我是Eric 張進林 是一個香港廚餘掩飾職人 我們把金黃 其實會用到四個原材料 包括黃薑、洋蔥、芝芝和金棧花 洋蔥用到洋蔥皮 會放進去煮 就會看到這個樣子 就像我們煲茶、煲咖喱一樣 就是把我們的原材料放在一個湯袋裡面 然後煮就可以將它的顏色帶了出來 我大學的時候其實都是和環境有關的學科 當時去做廚餘這個研究的時候 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發現有時候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例如我們用廚餘做蕃茄 做完出來的蕃茄會有一個奇怪的味道 去到很氣餒有一次吃飯 就不小心被咖喱汁弄髒的衣服 發現原來咖喱汁可以在衣服上留下一些痕跡 所以我們再去想 究竟這些痕跡有沒有辦法 可以好好地去染色 就開始了廚餘染這個計劃 我們現在廚餘的顏色 嚴格來說應該有六至七十種不同的色彩 其中一個最美的就是咖喱的顏色 另外還會有紫蘭菜顏色 菠菜 火龍果皮 咖啡等等 最重要是我們想讓大家看到 究竟廚餘顏色的可能性 所以我會盡量做一個很廣闊的色域 出來讓大家看到 我們這樣就染完了 其實要將廚餘做顏色出來一點都不難 因為你可以想像就是 你怎樣可以煮一鍋咖喱出來 就已經是當中的過程了 對我們最大的難題就是 怎樣令到顏色可以穩固 衣服在纖維上面 就算我們下洗衣機洗、下洗衣液洗 都不怕退色和脫色 這個才是我們花最多時間去研究的過程 而工房最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會形容我們的顏色是滷水汁 不如我們雙金黃的顏色 還是我們藍演味的顏色 我們都有八年至十年的時間去做出來 直到現在仍然在用 我們一開始去做純粹其實都是一看二成 最初期我們的收入就會透過賣一些的染色商品 也都會有一些簡單輕鬆的工作坊 跟大家做分享去換來我們最基礎的收入 可能會有四千元都叫做可以吃到飯 可以搭到車 我們已經叫做非常滿足 這個大概用了兩年的時間 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 如果我們自己不做 都是不會有其他人願意 像我們那麼傻一樣花時間 下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就是唯一一個 所以要繼續做好它 我們一開始廚餘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會收集到 但是當然最基本就是直接去到街市或者去餐廳 就厚臉皮直接問 究竟你們會不會有一些不要的廚餘 或者你們扔出來的食物垃圾我們可不可以收集 通常我們都會選比較豐富色彩的 例如茄子 它是紫色 花青素會比較多些會有 甚至乎是紅菜頭 你會明顯看到它不是一個綠色的色素 因為綠色色素是葉綠素很容易水洗就會脫色 這個你是要還是不要的 我可以拿一汁嗎 你會拿 好啊好啊謝謝你 為甚麼 就是要它們醃 你就是要它們醃 是因為我要打顏色汁 不妨礙你做生意 麻煩你 我們一開始其實就是在葵興那邊的店舖去收集 但是你要第一步去問不同的當犯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很困難 當時我們就用了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每天都去菜當 或者每天都去餐廳吃飯 或者買菜 久而久之可能見了一至兩個星期 等到餐飯對你有一定的概念認識的時候 那你去問呢 它比較容易接受 除了廚養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做香港天然的藍染 我們會有一個重現香港藍的計劃 由種植到製作染料 全部都是由我們自己一手打理 這些就是我們去不同的山 不同的溪間 或者一些客家村落附近去找他們回來的品種 我們在香港做了一段廚餐飾 之後會發現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用一種顏色去代表做香港 但是後來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偶爾在香港傳統的客家村落的村民的口中 知道原來曾經客家人在香港有種植過藍草 有製作過藍染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去上山去找 這些消失了一段時間的香港藍草 去將這個屬於香港的藍染的技術 再一次重現 當我們去到夏天大概7月至8月的時間 就可以將它們收割 然後製作染料 要說種植藍草 其實種植物真的很辛苦 農夫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們會好好珍惜食物 曾經有個記憶就是 我們嘗試有一年的春天 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去培苗 我們總共遷插了超過1200棵的植物 到最後傳媒率只有100棵 所以你可以想像當中的心情可以有很大的波動 基本上真的少一點毅力 我們應該都堅持不了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 我們有很多時間去做這個 可能我們做了兩三個月就會放棄 好 來 藍汁一樣 我們每年會去清洗 然後加入新的染料 所以嚴格來說 裡面的顏色是六年前至到現在的顏色 不停累積出來 我家其實在日本會去做染色的工作 但其實從小到大 我真的沒有做過 或者沒有很認真地去接觸染色 但比較有趣的地方 家裏是做合成染料 化工染料 我自己是做天然染色 會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以前我也曾經抱著一個概念 就是其實合成染料 對環境問題都會有 有多少情況 想嘗試一下 他可否用自己去改變到 家裏會否選擇用天然染色的操作 但到了一段時間發現 當老家的染方 他們堅持工藝的 完整與傳承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必要 要將自己的想法改變 在其他人身上 反而將自己現在有的事情做好 去證明給他看 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如果你覺得 veya兩位自己尋找 比第三個選擇 是 很重要的 會不會有你 像這樣 好 這些 肩膚色 其實這裡不同的顏色就是應對這塊板搭顏色上去 哦,就是重疊這樣疊加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這裡不論是你打橫看,打斜看,打直看,它都有不同的深淺 去到今年其實踏入第十年的時間,處理了多少廚餘,我們都真的已經沒有一個很準確的數字了 一開始都還有量度的,但是我相信到現在應該超過千多噸 但是對於香港每天產生的數量來說,依然都是冰產一角非常之少 對於未來呢,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因為香港不夠廚餘,我收不到廚餘去做染料而需要退休的話 其實是一件挺幸福的事,不過應該都很難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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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